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面涵盖所有需要背的单词 针对每个单词您可以选择记住了或者记不住 系统会根据记忆曲线 记不住的单词将会不断呈现 总的来说您只需要不断背下一个单词即可 第二个是真题练习 先判断对错 系统会记住您的错题 将会在后面的学习里不断回顾您做错的题目 总的来说您只需要不断做题即可 记单词和真题练习的进度会反映在最上方的进度条里 等你进度达到百分之百时 系统将会自动不断重复你记不住的单词和做错的练习题目 来强化你的记忆 第三个是视频教学 由赵老师录制 全程中文讲解 根据每个主题我们都进行了总结 帮助你快速理解 我们也列举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题目 帮助大家记忆 第四个是模拟考试 包含所有章节的所有题目 完全按照假考规定 30分钟40题 错4题或4题以下才算及格 建议大家每天至少做一次 看看每天的进步和不足 贴心提示 只有当模拟考试能达到指措1到2题时 才有把握通过考试 最下方是我的学习 这里可以了解各章的学习进度 并切换章节 除了架考通软件之外 我们还汇编了一本 意大利架考理论经讲 这是我们视频教学的配套教材 需要考架考的朋友们 欢迎使用架考通 一比零诚意制作 Divieto di Tránsito 禁止通行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图中是一个禁止标志 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禁止进入和始出 图中的标志24小时有效 可以配有一个补充标牌 来指示限制的时间段 图中的标志位于道路的入口和出口处 图中的标志对于无引擎车辆 如自行车和电动车也有效 对行人则无效 第二部分 你提讲解 一声音乐 raffigurato 禁止通行车辆通行 图中的标志 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这提正确 一声音乐 raffigurato 可有 validità limitata nel tempo indicata in un pannello integrativo 图中的标志可以有时间限制 有一个补充标牌来说明 这提正确 一声音乐 raffigurato consente di norma di entrare nella strada per effettuare la sosta e le operazione di carico e scarico 图中的标志正常情况下 允许为了停车 或装卸货物而进入道路 这提错误 禁止为了停车 或装卸的车辆进入 一声音乐 raffigurato 一声音乐 di peliculo 图中的标志 是一个危险标志 这提错误 图中的标志 是禁止标志 包括接下来出现的 圆形红圈的标志 都是禁止标志 一声音乐 raffigurato non consente l'ingresso ma solo l'uscita dalla strada 图中的标志 不允许进入 只可以出来 这提错误的 图中的标志 禁止进入 和驶出 Sensore Vietato 禁止进入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图中的标志 是一个禁止标志 禁止所有的车辆驶入 车辆可以从里面驶出 这是一条单向的道路 图中的标志 24小时有效 在夜间也有效 对出租车和 无引擎车辆也有效 第二部分 立即讲解 图中的标志 禁止车辆进入道路 但可以从另外一边驶入 这题正确 图中标志 被放在一条单行道路上 这题正确 图中的标志 不允许车辆 在此道路上行驶 这题错误 标志只允许车辆驶入 但会有车辆从里面驶出 所以里面也是可以行驶的 图中标志 禁止停车 但可以暂停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 是禁止车辆驶入 跟车辆的停车和暂停无关 Divieto di Sorpasso 禁止超车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图中的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 禁止所有车辆超越机动车辆 电动车也算在内 主动车和摩托车则除外 当出现图中标志时 我们能超越非机动车辆 即自行车 手推车和动物牵引车辆 还有 主动车和摩托车 主动车和摩托车 能够被超越 但不能够进行超车 图中的标志 即使在超车时不超越中间的实现的情况下 也是禁止的 图中的标志24小时有效 可以在市区或郊区道路上找到 图中的标志可以跟一个补充标牌组合 只是在一个交叉路口过后 禁止将会继续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Front 就是正确 在图中标志出现时 卡车可以超越 这就是正确 Il segnale raffigurato consente ad un motociclo di sorpassare un'autovettura. In presenza di segnale raffigurato è vietato sorpassare qualsiasi veicolo. In presenza di segnale raffigurato è consentito il sorpasso dei veicoli che hanno segnalato l'intenzione di svuotare a destra. 出现图中的标志时允许超越一辆打灯要右转的车辆. 这题错误,图中的标志不允许超越一辆打灯正要右转的车辆. Obrico di distanza 必须保持的最小间距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图中的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 表示必须与前方车辆与后方车辆无关 保持最少70米的安全距离 此标志对慢速行驶的车辆及摩托车也有效 第二部分理题讲解 第二部分理题讲解 出现图中的标志时允许对前方行驶的车辆保持80米的安全距离 这题正确 图中的标志前方在行驶的车辆必须对后方车辆保持至少70米的安全距离 这题错误 恰恰相反 应该是与前方的车辆保持至少70米的安全距离 图中的标志明显的车辆保持至少70米的安全距离 限速80公里每小时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图中的标志是禁止标志 也是一个强制性标志 规定所有车辆 包括摩托车 行驶的车速必须在时速80公里每小时以下 禁止超越指示的速度 图中显示的限速在标志出现后立即生效 在出现之后又马上出现也是有效的 该标志可以在所有道路或高速上找到 该限速全天有效 即从0点到24点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图中标志是一个强制性标志 这题正确 图中的标志允许行驶速度低于上面所指示的速度 这题正确 图中显示标志禁止那些不能达到所指示的速度 车辆通行 这题错误 该标志是一个最高限速标志 并不禁止那些达不到所指示速度的车辆通行 图中显示的限速在标志出现的150米后开始生效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出现后马上生效 图中的标志是一个最高限速标志跟车身重量无关 禁止使用喇叭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图中的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 禁止发出声音或禁止使用喇叭 只有在有危机情况的时候或正在运送伤员或重病病人时允许使用喇叭 其他情况一律不允许使用喇叭 图中的标志没有时间限制一直有效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图中的标志是一个最高限速的标志 图中的标志禁止声明信号 图中标志在交通堵塞的时候允许使用喇叭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不允许在交通堵塞时使用喇叭 图中的标志预示有可能遇到一个消防队营房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指开始一段禁止使用喇叭的区域 禁止超过3.5吨的车辆超车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图中的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 禁止装载超过3.5吨的非载人车辆 如货车、带挂车的卡车或带半挂车的载重卡车进行超车 即使是摩托车也不能超越 图中的标志对其他车辆无效 包括公交车、双截公交车和野银车 即使它们超过了3.5吨 因为它们是运输人员的车辆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显示升线乘رة 即使按照计托车辆车辆车辆超过3.5吨 出现图中的标志是,如果一辆卡车的通行正常指示 它的总载重量超过3.5吨,那么它不能超越机动车辆,这题正确 在这种情况下,车辆可以进行超越机 出现图中的标志是,在中超过3.5吨用于运车辆的车辆不能进行超越机 这题错误,该标志对于运车辆的车辆无效 一辆装载超过3.5吨且拉着轻型拖车的货车不可以超越摩托车 禁止动物牵引车辆通行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该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 禁止所有由动物牵引的车辆在这条道路上通行 比如马车和其他由马匹和驴牵引的车辆 该标志允许所有其他车辆通行 包括人力推车和助动车 该标志24小时有效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图中的标志禁止动物牵引车辆通行 这题正确 图中的标志禁止马车行驶 这题正确 图中的标志禁止机动车辆通行 这题错误 除了动物牵引的车辆 其他车辆都允许通行 图中的标志禁止所有没有引擎的车辆通行 这题错误 这题正确 图中的标志禁止机动车辆通行 这题正确 这个意思是有效 图中的标志表示开始一段 人行路段 这题错误 这题错误 该标志表示禁止行人通行 图中标志禁止行人通行 这题正确 禁止自行车通行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该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 禁止所有脚踏车 自行车 双人自行车 四人自行车 在此道路上通行 该标志允许行人和其他车辆通行 包括四轮驻动车 驻动车 摩托车等 该标志24小时有效 第二部分 理解 一带标志 一带标志允许行人通行 图中的标志允许行车辆通行 这题正确 一带标志允许行车辆通行 图中的标志允许行车辆通行 这题正确 一带标志允许行车辆通行 一带标志允许行车辆通行 自行车停放处 这题错误 该标志禁止脚踏车通行 禁止摩托车通行 禁止摩托车通行 三轮或四轮的主动车和小汽车 注意不要混淆了摩托车和主动车的定义 第二部分 立体讲解 图中的标志允许行车辆通行 三方厘米排量以上的摩托车有效 这题错误 该标志禁止所有摩托车通行 不管是什么排量 图中的标志禁止通行 住动车 这题错误 该标志禁止所有摩托车通行 住动车不属于摩托车类别 是可以通行的 图中的标志要求摩托车骑手 使用为他们预留的轨道 这题错误 该标志禁止摩托车通行 禁止人力推车通行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该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 禁止所有人力推车在此道路通行 比如手推车 允许行人和所有其他 由动物牵引或有发动机的车辆通行 第二部分禁止讲解 图中的标志允止自行车通行 这题正确 这个标志允止自行车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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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通行 这是禁止所有人力推车通行 图中的标志允止自行车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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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部分主题讲解 第2部分主题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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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 禁止所有公共汽车在此道路上通行 包括旅游大巴和校车 允许行人和其他车辆通行 第2部分立即讲解 第2部分主题讲解 图中的标志 表示一条预留给公共汽车的车道 这题错误 该标志禁止公共汽车通行 图中的标志指在工作日有效 这题错误 该标志一直有效 没有时间限制 禁止重型车辆通行 第2部分主题讲解 该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 禁止所有载货或载物的重量超过3.5吨的机动车辆在此道路上通行 包括货车 带挂车的卡车 带半挂车的载重卡车 允许其他载车辆的 即使重量超过3.5吨的车辆通行 比如公共汽车 也行车等 该标志可以和一个说明 允许通行重量的富加标派一起使用 第2部分立即讲解 图中的标志禁止 再重超过3.5吨用于运输物品的车辆通行 这题正确 因为公共汽车是载人的车辆 不受该标志限制 图中的标志禁止再重等于3吨的卡车通行 这题错误 没有超过3.5吨的车辆允许通行 在变是在的银子上 所提到的车辆车辆通行 无视的车辆通行 这题错误 该标志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该标志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该标志禁止所有车辆重量超过3.5吨的车辆通行 这题错误 禁止超过6.5吨的车辆通行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这是一个禁止标志 所有载物或载货的机动车辆 如货车、带挂车的卡车、带半挂车的载重卡车 和特殊用途车辆 如混凝土搅拌车等 总重量超过标志上指示的重量的车辆 禁止在此道通行 如图所示6.5吨 因此所有其他用于运输人员的车辆 即使超过6.5吨也是允许通行的 例如公共汽车、野营车等 第二部分例题讲解 因 presenza di segnale raffigurato è consentito il transito agli autobus 出现途中的标志时 允许通行公共汽车 这些正确 因 presenza di segnale raffigurato è consentito il transito ai veicoli adibiti al trasporto di cose con massa compressiva pari o inferiore a quella indicata nel segnale 出现途中的标志时 允许用于货物运输 但总重量低于 或等于所指示的车辆通行 这些正确 因 presenza di segnale raffigurato è consentito il transito agli autobus di massa compressiva pari a 7.5 tonnellate 出现途中的标志时 允许总载重等于 7.5吨的卡车通行 这题错误 禁止总载重超过 6.5吨的载物或车通行 il segnale raffigurato vieta il transito ai veicoli di massa superiore a 6.5 tonnellate destinati al trasporto di persone 途中的标志 禁止总重量超过 6.5吨 用于载人的车辆通行 这题错误 用于载人的车辆 即使重量超过6.5吨 也不受该标志的限制 禁止带有挂车的车辆通行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这是一个禁止标志 禁止所有带挂车的车辆 不管是用于载人或载物 在此道路上通行 该标志可以与一个规定了 所牵引的挂车 总重量不超过一定数量的 附加标牌组合在一起 因此 该标志禁止野营车 运载船只的挂车 带挂车的卡车 和带半挂车的载重卡车通行 该标志允许带附加挂车斗的车辆 挂车斗被认为是车辆的一个组成部分 和双截机动车 如双截公交车的通行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出现图中的标志是 允许拖着附加挂车斗的车辆通行 这题正确 出现图中的标志是 允许拖着拖过防车的小汽车通行 这题错误 出现图中的标志是 禁止拖着挂车的车辆通行 Divieto Transit Machina Agricola 禁止农用车通行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图中的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 禁止轮式和链式的农用车 农用拖拉机和农用拖车通行 允许别的类型的车辆通行 包括工程车 这题正确论的车辆通行 出现图中的标志是 允许允许农用车在展会期间通行 这题错误 出现图中的标志是 即使是在展会期间 也是禁止农用车通行的 Divieto Transit Vehicles 禁止运输危险物品的车辆通行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图中的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 禁止运输危险物品的车辆通行 如汽油、有毒或放射性物质 俯视性酸等等 图中的标志并不指 车内油箱里所用的燃油 如天然气、柴油、汽油等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图中的标志禁止运输汽油的 油罐车通行 这题正确 图中的标志禁止运输 车输入危险物品的车辆通行 图中的标志禁止运输 易辅货物货物的车辆通行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禁止运输危险货物的车辆通行 并不禁止运输容易腐坏的货物的车辆通行 禁止运输易燃易爆品的车辆通行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图中的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 禁止运输易燃或易爆物品的车辆通行 这分析对土志也是有效的 多种的比赖比赖 并不禁止 如是有伤的车辆 如其又 制亦又 也发胃通行 第三部分 理解 好 有复养的 一寒亡所採好 一栋梯片裏输易燃通行 信用物货物的车辆通行 它不算是货物品的车辆通行 制造物货物减物货物货物 网继物货物的车辆通行 两个车辆通行 在用须抖文化 土中所禁止运输的一燃品 这题正确 Il segnale raffigurato vieta il transito ai veicoli che trasportano explosivi 土中的表紙禁止运输一爆品的车辆通行 这题正确 In presenza del segnale raffigurato è consentito il traino dei veicoli che trasportano prodotti facilmente infiammabili 出现图中的标志时允许车辆通行运输一燃品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也禁止通行运输一燃品 In presenza del segnale raffigurato è consentito il transito ai veicoli che trasportano prodotti facilmente infiammabili purché non explosivi 出现图中的标志时允许运输一燃品的车辆通行 只要不是一爆就可以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禁止运输一燃一爆物品的车辆通行 禁止有污染水源物质的车辆通行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图中的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 禁止运输会污染水源物质的车辆通行 此标志对挂车也有效 图中的标志并不指运输水的车辆 如洒水车或水罐式空的车辆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il segnale raffigurato vieta il transito ai veicoli che trasportano sostanze suscetibili di contaminare l'acqua 图中的标志禁止运输容易污染水源物质的车辆通行 这题正确 in presenza del segnale raffigurato 出现图中的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禁止运输会污染水源物质的车辆通行 这题正确 出现图中的标志禁止运输会污染水源物质的车辆通行 这题错误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对挂车也有效 il segnale raffigurato preannuncia una zona sujeta ad allagamento 图中的标志欲示一个受到水灾掩盖的区域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并不欲示一个受到水灾掩盖的区域 禁止宽度超过2.3米的车辆通行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图中的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 指示了车辆最大允许前行的宽度 禁止所有宽度超过2.3米的车辆 有或无发动机通行 图中的标志位于城市道路或郊区道路 可以在一个窄口之前找到 图中的标志24小时有效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图中的标志指示在那条道路上 两辆车之间的最低安全距离 这题错误 该标志指示了车辆最大允许前行的宽度 禁止所有超过2.3米宽的车辆通行 图中的标志 允许宽度为2.3米的 带挂车的卡车通行 这题正确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指示在车辆超过2.3米的 图中的标志指示在车辆十分的 最大幅度 这题错误,图中的标志对无引擎车辆也有效 图中的标志对于公共汽车不禁止 这题错误,图中的标志只是所有车辆,也包括公共汽车 禁止高度超过3.5米的车辆通行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图中的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指示车辆允许前行的最大高度 禁止从路面开始测量高度超过3.5米的车辆通行 图中的标志可以位于市区或郊区道路上 可以在穿过一座桥的下方的道路处找到 图中的标志24小时有效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图中的标志只是过道高3.5米 这题错误 该标志只是车辆允许前行的最大高度在3.5米以内 在这种情况下,禁止从路面开始测量高度超过3.5米的车辆通行 这题正确 图中的标志禁止 图中的标志禁止包括其货物在内高度超过3.5米的车辆通行 这题正确 图中的标志禁止 图中的标志禁止 长度超过3.5米的车辆通行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指示的是车辆的高度而不是长度 图中的标志指示运载货物高出或抖3.5米的卡车允许通行 这题错误图中的标志禁止所有从路面开始测量总高度超过3.5米的车辆通行 禁止超过10米的车辆通行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这是一个禁止标志禁止所有车身长度超过所规定的车辆通行 本例中为10米 该标志对车辆综合体 例如一辆牵引着房车总长超过10米的车辆和公共汽车也有效 该标志24小时有效 该标志通常被放在有狭窄弯道的山路上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图中的标志禁止所有车辆超过10米的车辆通行 这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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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的标志要求车辆与所跟随它的车辆保持至少10米的距离 这点错误 这点错误 该标志表示车长超过10米的车辆禁止通行 出现图中的标志 允许一辆牵引房车总长度即使超过10米的汽车通行 这点错误 该标志禁止车辆综合体 例如一辆牵引房车总长超过10米的车辆 或超过10米的公共汽车通行 图中的标志意识 卡车必须保持一个最小10米的安全距离 这点错误 该标志表示车总长超过10米的车辆禁止通行 禁止超过7吨的车辆通行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这是一个禁止标志 禁止所有有效总重量超过所规定的车辆通行 可以和一个表明允许同时在桥上通过的最大车辆数 数量的附加标牌组合出现 表示同时禁止多辆车通行 该标志通常放置在有可能有倒塌危险的地方 比如桥梁 该标志全天24小时有效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出现图中的标志是允许总再重量等于7吨的车通行 这题正确 只要不超过所规定的重量 小于或等于都允许通行 这题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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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标志禁止所有总重量超过7吨的车辆通行 这题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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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标志指的是重量和长度无关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该标志是一个静止标志 静止所有承重重有效重量超过所指示的车辆通行 通常该标志位于一处 有可能会坦塌的区域之前 比如一座桥之前 此标志24小时有效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这题正确 这题正确 通常的標誌金字中重超過所指示的卡車通行 這次錯誤該標誌指示的是成重重而不是重量 通常的標誌要求車走重量超過2.5吋的車輛要緩慢前進 這次錯誤該標誌表示車走重量超過2.5吋的車輛禁止通行 图中的標誌在市中心時是從8點到20點有效 這題錯誤該標誌24小時有效無論是在市區或郊區 Segnale di fine prescrizione 結束限制標誌 第一部分主題講解 該標誌是一個結束限制的標誌 只是之前設置的禁令或責任標誌在此之後結束 第二部分立體講解 這次標誌MA在市中間主題 各標誌中方便是在在市區內設置標誌 全部的標誌則是之前建議標誌 這題正確 dell誌那表示 這次標誌 記得考驗結束 IC標誌 我們 rank下的標誌 能等先進去 Il segnale raffigurato indica la fine del pericolo precedentemente segnalato. Tuzong de bioggi只是之前所表示的危险在此结束. 这些错误, Tuzong de bioggi只是结束先至 bioggi而不是经过 bioggi. Il segnale raffigurato indica la fine di un centro abitato. Tuzong de bioggi只是居住中心结束. 这题错误,只是居住中心结束另有其他标志. Fine prescrizione cinquanta chilometri per ora 结束50公里每小时的限制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该标志是一个结束限制的标志 结束禁令和最高限速的结束标志 在这之后能以高于所指示的速度前行 不过不能超过道路类型所规定的车速 第二部分立即讲解 主意证, Tuzong de bioggi也应用于低于5度前行 主意证, Tuzong de bioggi也应用于5度前行 图中的标志也允许以低于5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行使 这题正确 图中的标志指是最低线数结束 这题错误 图中标志指是最高线数的结束 图中的标志指是结束必须要保持最少50米的安全距离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指是最低线数的距离 图中的标志规定车速低于50公里每小时的车辆在右边车道行驶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指是结束之前设置的最高线数标志 结束禁止超车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该标志是一个结束限制的标志 结束禁令 只是之前设置的禁止超车的禁令结束 表示在这之后允许超车 不过总是要在不超过实现的情况下进行 此标志在市区或郊区道路上都是24小时有效的 图中的标志没有要求一个具体的线数 第二部分主题讲解 这题正确 这题正确 图中的标志指是禁止在道路两侧停车的禁令的结束 这题错误 该标志表示 禁止车辆超车的禁令的结束 第二部分主题 主题的标志指是禁止并排停车的禁令结束 这题错误 该标志指是禁止超车的禁令的结束 尾中的标志指是禁止超车的禁令的结束 第一部分主题的标志指是禁止超车的禁令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该标志是一个结束限制标志 结束禁令 只是之前设置的对于总载重超过3.5吨的非载人车辆 禁止超车的禁令结束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出现图中的标志指是 一辆重量是44吨的卡车 可以超越一辆小汽车 这题正确 图中的标志 禁止带挂车卡车 双截公交车 带半挂车的载重卡车通行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表示 总载重超过3.5吨的非载人车辆 禁止超车的禁令结束 这题错误 支架绁定后的公交车 主要有深厚的车的成功 也区别并不适合 为一辆重量的车辆 第七吨的车辆 标志对于总车 等于七吨的卡车辆小 这题错误 关于三第五吨 1000吨的非载人车辆 这题错误定下的 设计定期间 一个图中的 证定期间 图中的标志只是之前设置的禁止超车禁令结束 这题正确 Divieto di Sosta 禁止停车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该标志是一个指令标志 也是禁止标志 禁止停车不过允许暂停 在居住中心以外 此标志24小时有效 而在居住中心内 标志从8点到20点有效 除非另有说明 该标志可以跟表示 开始、继续和结束的补充标牌组合使用 在遇到第一个交叉口之后 如果没有再重复的话 此标志结束它的作用 该标志只禁止 在它所位于的那一侧道路上停车 如果和开始的补充标牌组合 表示在这之后的路段都禁止停车 如果和继续的补充标牌组合 表示在这之前和之后的路段都禁止停车 如果和结束的补充标牌组合 表示在这之后禁止停车的禁令结束 如果和例外的补充标牌组合 表示在工作日只能按照上面所指示的时间停车 如果和强制拖车的补充标牌组合 表示在这儿禁止停车并会有强制拖车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图中的标志 如果位于一条单向行驶的道路的左侧 那么也禁止在道路右侧停车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指在他位于的那一侧道路禁止停车 图中的标志禁止在这之前的路段停车 这题错误 图中的组合标志表示在这之后开始禁止停车 图中的标志 在这之前和之后的路段都禁止停车 图中的标志 适当的组合它可以禁止双排停车 这题错误 双排停车一直都是禁止的 不需要适当的组合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该标志是一个指令标志 在居住中心也是一样在不遵守禁令的情况下会被强制拖车 只在标志所在的那一侧道路上禁止停车和暂停 如果和只是结束的补充标排组合表示禁止停车和暂停的禁令的结束 不过在这之前的路段都需要遵守禁令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图中的标志 在没有补充说明的标识时 一天24小时有效 这题正确 图中的标志允许暂停为了让乘客上车和下车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也禁止短暂的暂停 图中的标志是一个禁止停车的通知 这题错误 这题错误图中的标志禁止停车和暂停 而且在这之后马上生效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该标志只是一个授权的停车场 是一个可以无限期停车的区域 全天24小时有效 除非另有说明 该标志可以跟以下的补充标牌组合 离停车场的距离 限定的时间 预留给某种类别的车辆或某种类别车辆除外 时间和费用 车辆类别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图中的标志只是一个可以无限期停车的区域 除非另有说明 这题正确 图中的标志只是一个停车区域 可以跟只是时间限制的附加标牌组合使用 这题正确 图中的标志只是一个停车区域 图中的标志只是一个区域 在这里最多只能停车一小时 这题错误 这是一个无限期停车的区域 如果没有别的说明 图中的标志只是一个停车厂 可以跟一个只是其面积的附加标牌组合使用 这题错误 该标志不会跟只是其面积的附加标牌组合 区域中的标志是一个停车区域 这题错误 除非有特别的标志说明 否则该标志表示允许任何车辆停车 Prenuncio area di paquello 停车场的预先通知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该标志预示随着箭头的方向 由于在三百米处有一个停车场 第二部分 离开间解 第二部分 一带牌尔的标志预示随着 在一个停车场的方向 通知的标志预示随着 在一个停车场 是正确的 一带牌尔的标志预示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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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一旦的方向 在一个停车场 图中的标志预示箭头方向是一个急诊 这题错误,箭头方向指示的是一个停车场 图中的标志预示在箭头方向禁止停车 这题错误,图中箭头方向指示的是一个允许停车的停车场 图中的标志预示要继续前行因为停车场是被预留的 这题错误,箭头所指示的方向是一个允许停车的停车场 除非另有说明 禁止在行车通道停车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该标志是一个指令标志,也是禁令 表示此处为行车通道,也就是一个两侧住户的进出口区域 在这里禁止停车 此标志24小时有效 只要车辆不会造成阻碍,允许暂停 此标志生效必须包括表明所授权的机构、编号和发放年份 可以位于市区道路或郊区道路上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图中的标志禁止车辆在所放标志的地方停车 这题正确 图中的标志只位于市区道路上 这题错误,图中的标志可以位于市区道路上 图中的标志只在白天有效 这题错误,图中的标志24小时有效 图中的标志允许不在服务中的救护车停车 这题错误,图中的标志禁止不在服务中的救护车停车 禁止在残疾人专用区域停车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该标志是一个指令标志,也是禁令标志 表示禁止停车的例外情况 允许特别类型的车辆停车 如配有为残疾人服务标记的车辆 禁止所有其他类型车辆停车 第二部分,理题讲解 图中的标志允许配有特殊标志为残疾人服务的车辆停车 这题正确 这题错误,图中的标志禁止所有图中 所描绘车辆以外的车辆停车 图中的标志通知有一个禁止正常交通运行的区域 因为此处是为残疾人士专用的 这题错误,图中的标志表示 有一个专门用于服务残疾人车辆停车的区域 在这里允许正常的交通运行 图中的标志允许用停车计时器发出的停车票停车 这题错误,即使买了计时票也不允许再次停车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该标志是一个复合禁止标志 表示一个复合停车的区域 只允许在指定的时间段停车 而别的时间段禁止停车 虽然禁止停放车辆 但允许暂时停靠 该标志表示 禁止在7点到9点和17点到20点停车 允许在9点到17点和20点到7点停车 第二部分你讲解 这题正常的标志允许是一个停车 这题正确 这题正确 这题正确认定是一个停车 这题正确认定是一个停车 在禁止的时间段停车 其中的标志规定会强制拖走车辆 这题错误 该标志没有写明会被强制拖走 图中的标志只是一个用于停车 需要使用时刻盘的区域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没有表示需要使用时刻盘停车 临时的禁止停车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该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 会出现在市区道路上 表示禁止个别时间段停车 以便道路清洁车辆能够清洗道路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图中的标志是一个临时禁止停车标志 这题正确 图中的标志只是存在禁止停车 在道路上工作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表示 在固定时间段内有道路清洁车辆在工作 图中的标志只是 在指定日期和时间禁止清洁车辆停车 这题错误 图中的标志表示 在固定时间段内有道路清洁车辆在工作 图中的标志 在固定时间段内有道路清洁车辆正在工作 Divieto transito autotraini ed autoarticulati 禁止代挂车的卡车和代半挂车的载重卡车通行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该标志是一个禁止标志 图中的标志 图中的标志指示 代挂车卡车和代半挂车的载重卡车通行 图中的标志 图中的标志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只对图中类别的车辆除外 这题错误应该相反 图中的标志 禁止所描绘类别的车辆通行 好的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课程 欢迎大家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想了解更多意大利资讯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 1比0